官兵疫情重创了各行各业 不少人因为生计受影响或者是转行 或者是暂时放弃理想另寻出路 尽管我国已经进入了解封第三阶段 但是一些看似过度性的安排 却为一些人带来长久的影响 那我们的新系列一起蜕变 带您看一看在疫情期间 做出重大转业或者就业决定的人物 他们是否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常态 第一集我们带您去认识一对 同样在航空业服务的夫妇 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样通过手艺和努力 来克服失去事业重心的恐惧 为自己和家人寻找突破口 来自泰国的KT 吉蒂 原本是名空姐 在曼谷学过蛋糕制作 疫情重创航空业后 她和在同领域工作的丈夫 同一时间失去主要收入 所以决定创业 卖其法事千层高 经过考虑后 她在去年7月开设了网络蛋糕店 售卖千层蛋糕 我家人的父亲 他平常不吃食物 当我们完成做的 克服务的第一次 他知道 母亲是茶叶 茶叶 在泰谷是泰谷的泰谷 他在整个东西 我心想 哇 为了避免白天的热天气影响品质 极地大约凌晨三点就起床做蛋糕 她还先后买了十个平底锅试用 看哪个最好用 从起初每天制作三四个千层蛋糕 到现在每月订单平均四百个 怎样都得找个帮手 我的职业是一种游戏家 游戏家伙伴 当时她需要帮助我来 我需要继续交换 菲菲 营兰威 菲菲 请请孩子 菲菲 任何时有帮助 拥有什么需要 所有的东西都会吃 菲 我们没有游戏家伙伴 那是很难找出的食物 整个家里享受 但我知道 大家喜欢泰泰汤汤 所以这种味道 它被判断 他们在泰泰汤 因为我们在客户服务中的背景 我们获得很多反应 任何反应是用适的 无论的反应 表演 甚至包装 我们开始给我的工作室专业 之后我们专业专业 专业专业 她给我们非常好的反应 夫妻俩的航空服务业背景 协助他们在新领域找到立足点 但他们对产品也有自己的坚持 人们不试试过 也讨论了 其实你应该知道你的产品 不像这样的 为什么你剪掉的铁专业 为什么铁专业是太厚 其实这一切引起我 它引起我更加努力 为什么我设计这样的铁专业 因为我希望人们知道 好 铁专业是由两个小铁专业 然后酱会变成铁专业 除了对口味的坚持 吉利和汉香 也是坚持用心对待每一名顾客的要求 为每一份订单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有专家预测说 航空业要到2023年 才能够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他们因此在这段时间 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了居家烘焙生意 希望走出一条生存之道 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逐步增加 我们将下令暂时关闭 提供非必要服务的商店 基本服务 COVID 一开始我就觉得有点怕了 就是我就觉得 我的工作能保得住吗 以前我一个月 我只在新加坡8天到10天 现在我一个月是28天都在新加坡 所以问题已经来到 爸爸 你在工作吗 还没有 爸爸 你在这里 你能够找我从学校吗 小小的事情 我没有必须的 现在是一个恐惧 当事情这样发生 我认为家庭也开始感到点热 是否我们能够做什么 或是一个小小的业务 我们能够尽联益 能够成功的失败 夫妻俩意识到 一家人都需要有奋斗的新目标 创业就带来一丝曙光 在疫情开始 我真的是全部都是黑黑膜膜的 什么都看不到 我没有看到我的未来 我没有看到我的家庭的未来 但是当《2Pay Poi》开始 我就看得到 哇 真的 我们可以看到 灯在河河 更重要的是 创业进一步凝聚了一家人的感情 在夫妻努力下 生意已经取得收支平衡 虽然还无法恢复疫情前的收入 但一家五口也在各自岗位上 找到未来寄托 由于COVID这件事开始 如果它变得成功 它也变成了COVID 我认为《2Pay Poi》有可能 成为一家人的工作室 变成功的 变成功的变成功 你必须让它变成功 你必须做它 有机会不会发生自己的 你必须找到它